大家看到我們剛剛就在雪地裡面東西連各的畫面呢 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兩個完全沒有任何的愛情 那亞斯蘭蘭的大手語讓我們移動了13個小時 待會我們來到這地方是哪裡呢 到底是哪裡 是冰島嗎 啊 不是 只是日本而已 為什麼我們兩個來了 大家好 我是蜘蛛鋒協會會長丹妮表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理事長Justin 那為什麼我們蜘蛛鋒協會來到冰天雪地的地方 因為蜘蛛鋒的地方不是蜘蛛嗎 當然還是會蜘蛛啊 我剛剛不是在滑雪的時候整個鼻涕這樣亂飛 對 雪飄臉上的時候那個會化成水 尤其進到室內的暖氣 好強 我們今天老樣子 持裝雙星又要再出動了 你看 你這樣快 你這樣快 你要幹嘛 不要幹嘛 我們現在是只要極地場正是這樣 我每次猜雅雖然太陽 結果我好像命上皇權 到底會不會脫妝呢 現在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蜘蛛雙星趕快登場了 還是要測試一下 我跟你講現在那裡帶到這種極地氣候的地方 有沒有辦法讓我不脫妝 而且現在鏡頭那個都4K嘛 可能可以拍到我的鼻涕 這掉了耶 真的太厲害了 接下來七點神病 而且你這樣 我的臉好痛 好像在打巴掌一樣 完成了 完成了 雅三在持裝雙星 我們剛剛已經在表姐臉上做完記號了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做實測囉 Let's go GO 我們現在來看看表姐滑下來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脫妝呢 我滑了 老師 誰會救人啊 我說我來 天啊 拍廣告怎麼這麼累 來看一下 有沒有脫妝 天啊 只有壓痕而已耶 真的嗎 這種壓痕完全沒有脫妝啊 剛剛那個記號完全都沒有掉 粉持久 果然很持久 與男人還持久 所以我們第一次在這個測試呢 成功 成功 YA 布朗莊理事長 是 為什麼 雅三大家幫我準備一隻大螃蟹 請問一下我這一關是要幹嘛 我們這一關的話呢 就是要在冰天雪地裡面 吃火鍋 測試你的妝 會不會因為熱氣而融化 而且還要 又冷又熱 冰火舞重天的概念是不是 沒有錯 到底是誰會在雪地裡面吃火鍋 我現在臉上的妝有脫嗎 那我現在臉上的妝有脫嗎 我看一下檢查一下 我跟你說 你臉上的妝一樣非常的完美無瑕 而且非常的漂亮 這有慌疼 但是呢我們還是依舊通過測試 所以呢我們兩個苦主呢 要往下一關前進 好 Let's go 天啊 理事長 是 這一關呢 我要實測什麼呢 這一關呢 我們就要用熱氣 讓你爆汗 實測我們的粉持久的威力 這關我們要泡溫泉對吧 是沒錯 真的是很殘酷的耶 而且我們就覺得泡溫泉 就是我們兩個就是 打扮得好像很不合理 我這邊 我底上去新娘本人 我底上弄這麼美 他就去泡溫泉 對 那但是因為泡溫泉 我沒辦法看你的 那個整個實測的狀況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 你最愛的 嘉賓來陪你一起泡溫泉 喔 你知道我最愛什麼嗎 當然 對 欸 我怎麼穿褲子 奇怪 這是你試測的地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就要用我們的溫泉爆汗 來實測我們的粉底液囉 好 市長 市長久等了 至於你幫我準備泡澡的朋友 簡稱泡澡友 太帥 對 簡稱泡澡友 不要想歪 什麼脫妝 我檢查一下 我剛剛是真的還沒照鏡子 真的 持久 有沒有持久 非常的持久 而且剛剛那個標記 都完全沒有露出來耶 真的 全身其實是整個 打開的 只能去火山裡面了 真的 因為我覺得溫泉 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嚴峻的實測 真的 但粉底液還是讓我完全不脫妝 所以我們這次實測 成功 耶 成功 我們拍雅詩蘭在粉底液第一集的時候 我想說 欸 就應該一集吧 然後拍著拍著想說 欸 怎麼會變成哈利波特全系列 怎麼是哈利波特呢 是鳥來鮑魚十三尾囉 你怎麼這麼多集 到底要我吃苦多少集啊 吃到給我 臉都不油嗎 好啦 脖子也泡了 我們經歷過 今天三關的測試 那個溫差應該有三十度吧 將近三十度 對 三十度 然後你看雪地 然後又溫泉 你看我的妝還是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完美 而且無瑕 對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不幸 就是在雪地落溫暖 或是去泡溫泉的時候 隨時 隨地都可以妝完整的勾引男人 雅詩蘭粉持久家族 除了有持妝雙性之外呢 還有水粉底以及美人魚氣墊 可以依照你的不同需求 幫你打造不同的妝感喔 林市長 我們今天雅詩蘭在粉持久 不脫妝之冬季練歌 成功 你去騎你的牛回家啦 你才去趴車欸 ser面對 嗯 怪魯肉 啦 是 有些差弱啦